世界知名的米其林旅游指南 即将在下个月出版英文跟法文版的台湾旅游专书 各地总共有38个景点被列为推荐必游 观光局高度期待这一本旅游书 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背包客来探索台湾之美 复古的楼阁建筑 小桥流水 还有绿头鸭姿在游过 风格别具的板桥林家花园历史建筑 就连非假日也吸引不少民众造访 花花草草 一砖一瓦都有故事 不只国人 连外国旅客都很爱 这回更被世界知名的米其林旅游指南 评选为三颗星必游景点 跟故宫台北101并列同样的新等 员工都非常开心 我们的很多的志工伙伴 他随时看到各国游客来 我们就会主动过去说 有没有什么需要导览的部分 所以其实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他们来秘房 米其林旅游指南的台湾专属 包括台湾最南端的墾丁国家公园 嘉义的阿里山 以及落日美景和老街著名的北台湾淡水 等38个景点 都是米其林指名三颗星必游景点 米其林团队不只明常暗访 对景点做出包括服务的综合评选 更重视每个景点的历史背景文化 米其林制作地图和旅游指南 已经超过一百年历史 这回出版的台湾专书将有英文版和法文版 预计三月份上市 除了景点台湾最有名的特色小吃 书中也都有详尽的介绍 已经看过样书的出版社透露 内容不输给台湾坊间的旅游专书 预计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观光客 记者综合报道